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跟身在北京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谢震华先生连线 为我们主讲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创新 事不宜迟 接下来就有请谢特使就今天的题目与我们分享 他的真知灼见 有请谢特使 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董建华副主席 林郑月娥特首 我的好朋友斯特恩特使 英国的特纳勋爵 新加坡的马凯硕教授 以及也是我的老朋友了 卢公会教授 还有史维教授 以及参加今天这个交流活动的 香港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早晨好 中午好 和夜里面好 非常感谢 董建华副主席 和香港团结 香港基金的邀请 我也很高兴 这是我第三次 参加中华大讲堂的活动 下面呢 我根据这次活动的安排 先做一个阻止发言 主要是介绍一下 中国实现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一些政策措施 还有一些这个他的路径 做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描述 大家都已经知道 这个习近平主席 在去年的九月 第75届联大会上宣布 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 去年12月举行的气候峰会 在这个会上呢 宣布了中国乐食国家自主贡献的 新的举措 那就是到2030年 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的排放 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非化石能源 再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 将达到25%左右 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 增加60亿立方米 还特别强调 风电太阳能的发电 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亿千瓦以上 在今年4月 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 又进一步宣布 中国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和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率先达峰 将严控煤电项目 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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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逐步减少 决定接受逐步淘汰 轻浮碳化物的 基加利修正案 加强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的管控 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国力争2030年前 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围绕着习近平主席 宣布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向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情况 第一 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目标 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这几个字 这是我们总理 李克强总理 他用的这四个字 艰苦卓绝来说明 实现这个目标 完成这个任务 异常艰巨 我们国家2030年前 碳达峰 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目标 这是根据巴黎协定的有关规定 对2015年提出的二氧化碳 2030年左右达峰的自主贡献的目标 进行的更新和强化 涉及能源活动及工业过程二氧化碳的排放 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是根据巴黎协定 关于在本世纪下半夜 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的要求 提出的我国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的目标 包括能源活动和工业过程的二氧化碳 以及甲烷 轻浮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体现出我国持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和主动承担与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我们将在今年年底 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拉斯哥大会前 提交包括上述目标 及其实施路径的自主贡献和长期战略 习近平主席今年四月 在中法德领导人的视频会上指出 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 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国家 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 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从碳排放达峰到碳中和 即净零排放 欧盟大体需要60多年的时间 美国需要45年的时间 而我们国家则力争用30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 所以相比于这个发达国家而言呢 我们国家达峰时 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将低于这些国家达峰式的水平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意味着将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不平衡 产业结构偏重 能源结构偏煤 科技及基础能力偏弱 单位GDP的能耗误耗比较高 资金投入不足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尽管如此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某些领域还具有一定的优势 一是我们提前超额完成了 2020年前行动的目标 2020年与2005年 也就是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的基年 想比较呢 单位GDP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下降了48.4%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57.9亿吨 非化石能源再一次能源的比重 从7.4%提高到15.9% 煤炭再一次能源的比重 由72%下降到56.8% 森林蓄积量 175亿立方米以上 增加了约51亿立方米 二氧节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单位GDP的能耗下降了42.6% 累计节能22亿吨标准煤 自1991年以来 累计节能量约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这是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些数据 三氏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 2020年 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 约占全球的33% 新增量约占全球的52% 连续八年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 投资的第一大国 2020年 太阳能装机达到2.53亿千瓦 比2005年增加了3000多倍 风电装机达到2.81亿千瓦 比2005年增加了200多倍 2030年 风电太阳能的装机容量 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我国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 显著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的成本 2020年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 500多万辆 占全球的比重呢 近一半 所今年的第一季度的销售量呢 达到了73万辆 我们已经建设了约 170多万个充电桩 四是降碳与经济增长 脱贫 旧业 减污 结同增效 2020年 在实现降碳目标的同时 我国GDP比2005年增长了约超四倍 实现了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节能环保产业的年产值 已经达到7.58万亿元 绿色低碳领域增加了上千万 城镇的就业岗位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的得到了改善 全国重点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 比2015年下降了34% 基本上解决了酸雨的污染问题 民众的健康水平也显著的提高 人均预期寿命比2005年增加了约5.5岁 2.继续加速国内绿色低碳的转型和创新 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我国将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 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 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为此呢 我们国家成立了中央层面的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制定并将陆续发布 一加N政策体系 这个一呢 就是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意见 这个文件呢 很快就会发布 这个对各个地方 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 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方针政策的要求 N包括2030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 以及重点领域和行业 政策措施和行动 这个 这个N呢 这个 这些 文件呢 也会陆续的发布 它主要是 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所以我简单的归纳一下 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这个还会有更具体的 一些要求和路径 政策措施 第一个方面呢 是要优化能源结构 能源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 占我们国家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百分之八十左右 推动能源革命 加快构建 清洁 低碳 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 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 严格控制 化石能源的消费 十四五十七 要严控 煤炭的消费增长 十五五十七 要逐步减少 合理的调控 油气消费 有序的引导 天然气的消费 安全 高效的发展核电 阴地制宜的发展水电 大力的发展风电 太阳能 生物智能 海洋能 地热能 加快抽水蓄能 和新型储能规模化的应用 提高电网 对高比例 可再生能源的销纳 与调控能力 积极发展 绿色轻能 推动工业 建筑交通 公共机构 节能 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这将来呢 可能在能源系统的 这个 政策措施 跟行动的这个 文件当中呢 会非常具体的 提出 它的时间表 跟路线图 二是 推动产业和工业 优化升级 工业部门 占终端碳排放 近70% 要加快低碳转型 力争率先达峰 我们要求工业 产业系统呢 要率先达峰 坚决遏制 高耗能 高排放的行业 盲目发展 十四五 要研把 新上项目的碳排放观 这就是新增量 这一部分 防止碳排放 攀高峰 推动 钢铁 有色 石化 化工 建材 等传统产业 优化升级 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新材料 生物 新能源 节能环保 等新兴产业 发展智能制造 与工业互联网 控制 轻浮碳化物 等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 在相关工业行业的排放 三是推进 节能低碳建筑和低碳基础设施 建筑部门占终端碳排放的20%左右 城市和乡村建设都要乐实绿色低碳的要求 合理的控制建筑规模 杜绝大拆大建 推进既有建筑 既有居住建筑 节能更新改造 持继续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加快发展超低能耗 近零能耗 低碳建筑 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材 在基础设施建设 运行管理的各个环节 要乐实绿色低碳的理念 建设低碳智慧型城市和绿色乡村 四是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交通部门占终端碳排放约10%左右 随着城镇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未来一段时期内 还将呈现增长的趋势 力争加快形成绿色低碳 多元立体的运输方式 优化运输结构 提高铁路水运海运航空 等低碳运输方式的比重 建设绿色机场和绿色港口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 发展电动氢燃料电池等 清洁零排放汽车 建设加清站 换电站和充电站 五是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 从源头上实现经济发展 与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脱钩 加强该领域相关立法 坚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 促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改造 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建设现代化 建设现代化城市矿产基地 促进再制造产业的发展 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水 资源化利用 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的治理 建立完善 让所有参与方都能够受益的商业模式 六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 碳充合的关键 要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 研究发展可再生能源 智能电网 储能 绿色氢能 电动和氢燃料汽车 碳普及利用和封存 资源循环利用链接技术 可控核聚变等成本低 效益高 减排效果明显 安全可控 具有推广前景的 低碳零碳 负碳技术 七是发展绿色金融 以扩大资金支持和投资 资金投入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保障 建立健全 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政投入体系 加大公共资金的支持力度 发挥公共资金引导与灌杆作用 鼓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 设立相关产业的投资基金 建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 补充完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名录 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支持金融机构 发行绿色债券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研究设立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基金 巴士出台配套的经济政策和改革的措施 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 健全生态环境 清洁能源 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完善电价形成机制 以及差别化 用能价格政策 对节能环保 可再生能源 循环经济 低碳 零碳技术 产品 项目 企业 在财政 税收 价格上 要实行 鼓励性的政策 酒市建立完善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机制 以尽可能低的成本 实现全社会的减排目标 今年7月底 首先在电力行业 启动了全国碳市场的上线交易 今后将逐步的覆盖 钢铁 石化 化工 建材 造纸 有色 航空 等重点排放行业 将碳汇 纳入碳市场 不断的丰富 交易品种 和方式 实施 实施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保护 修复 管理 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关行动 有助于增加碳汇 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 提高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保护 生物多样性 不断地强化 森林 草原 湿地 沙地 动土 等生态系统的保护 科学的划定 并严守 生态保护的红线 实施 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持续的推进 大规模 国土绿化 加强农田管理 发展生态绿色农业 提高 气候适应能力 保障 粮食安全 发展蓝碳 保护和修复 海岸带 生态系统 提高 红树林 海草床 岩糟 固碳的能力 以上十个方面 基本上明确了我国 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路径 将在 一加N的政策体系当中 具体化并做到可操作 这个我们这十个方面了 刚才我给各位介绍的 实际上它每句话 都有它实实在在的内容 说这个在将来 在这个一加N的政策体系当中呢 都能够把它具体化 就时间表路线图 有什么政策措施 甚至呢 对一些行业提出了一些 这个明确的目标 说这个 另外呢 我们已经制定 并基本上完成了 2030年前 碳达峰的行动方案 这是作为 一加N政策体系当中 N为首的文件 其中 重点规划 要实施 十大行动 在最近的 十年当中呢 要实施 十大行动 这就是 一个是 能源绿色 低碳 转型行动 节能 降碳 增效行动 工业领域 碳达峰行动 城乡建设 碳达峰行动 交通运输 绿色低碳行动 循环经济 助力 降碳行动 绿色低碳科技 创新行动 碳汇能力 巩固 提升行动 绿色低碳 全民行动 各地区 T次 有效 碳达峰行动 这就是 刚才史维教授讲的 这个 要实现这些目标 不可能一道歧 所以各地的情况 不一样 所以要实行 这个T次有序的 这个碳达峰 碳中和的行动 这个 除了这些行动之外呢 会提出来 相关的政策保障 那个确保 2030年前 这个实现 碳达峰的目标 这个强化碳达峰 和碳中和的目标 和政策的组织实施 中央 国务院要求 各个部门 各个地方 各个主要行业 都要提出自己 明确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 明确责任 强化乐实 要建立完善的 统计 核算 监督 考核体系 加强 信息 披露 这个增加 它的透明度 对于 没有能够完成 目标的 地区和部门 要实行责任制 要实行问责 要确保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的目标 这是给各位介绍了 我们这个碳达峰 碳中和 这个我们要采取的行动 十个领域的 这个政策措施 还有这个 关于这个碳达峰的 这个一个行动计划 当中的 有十大行动 这是将来这些文件呢 都会陆陆续续的 由各个部门 各个行业 各个企业 各个地方呢 陆陆续续的 要发布 第三 讲讲多边的问题 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 格拉斯哥大会 要取得成功 2015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 巴黎大会 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呢 明确了2020年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机制安排 一是要继续坚持 公约确定的公平 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 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考虑不同的国情 二是确立了 将全球温升 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 并争取限制在 1.5度摄氏度的目标 以及全球绿色低碳 气候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三是建立了自下而上 自主决定贡献目标的行动模式 四是定期开展全球盘点 推动各方持续的提高力度 五是建立强化的框架 提高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 六是发展中国家 气候行动与发达国家 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 要相匹配 七是决定建立全球碳市场 通过市场的机制 来实现我们全球的整体目标 这是巴黎协定 一些主要的内容 当前乐视巴黎协定 全球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 已经形成是不可逆转的 疫情后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任重道远 所以今年的格拉斯哥大会 对于各方2020年后 持续强化气候行动 与国际合作 推动巴黎协定的有效实施 至关重要 所以格拉斯哥大会呢 主要涉及以下这么几个主要问题 现在在谈判当中呢 还涉及这么几个主要的问题呢 还有一些分歧 我介绍一下 这个这些分歧 还有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是关于全球长期目标 当前全球部分地区热浪 洪涝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 进一步凸显了气候变化 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气候危机 一些国家呢 推动改写巴黎协定 这个低于两摄氏度之内 争取1.5摄氏度的幅度目标 所以希望把这个幅度目标方改写 要设立1.5摄氏度的单一的目标 各方在坚持幅度目标 还是设立单一目标方面呢 存有分歧 巴黎协定在达成的时候 确定了辅度目标 这个确定辅度目标啊 当时考虑呢 是基于科学 已经充分地考虑了 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也基于规则 要体现最大的包容性 平衡反映了各方的共识 所以这个目标的确定呢 是平衡的反映了各方的共识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 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 已经比工业化前高出了1.5摄氏度 低于2摄氏度之内 是各方的现实任务 争取1.5度是各方的理想目标 今年4月发布的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就这一问题 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并取得了共识 那就是双方回顾 巴黎协定第二条的目的 在于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控制在低于2摄氏度之内 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 为此呢 双方承诺继续做出努力 包括在巴黎协定框架下 21世纪20年代 也就是最近这10年 要采取提高力度的强化行动 以使上述温生控制目标 可以实现 并合作识别和应对相关的挑战 与机遇 中美共识坚持了巴黎协定的目标 和原则 特别注重 乐时近10年的行动 与合作 为上述分歧提供了解决方案 说最近这个G20的部长级会 在这个目标问题上争议很大 最后呢 还是采用了中美 这个联合声明的 这个立场这个内容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关于1.5度的特别报告指出 实现1.5度 需要全球2050年左右 实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 国际能源署 全球能源行业 2050年净零排放路线图报告指出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起点不同 实现净零排放的时间 也可能不同 发达经济体 必须先于发展中经济体 达到净零排放 并协助他们实现目标 我觉得这一结论 是科学 公平 实事求是 符合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原则和精神 各国的国情 发展阶段 能力各异 按照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如果要实现全球 2050年碳中和 发达国家应当在2040年左右 实现碳中和 2050年前实现负排放 并为发展的国家 实现碳中和 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 和能力建设的支持 二 关于全球碳市场的机制 全球碳市场和碳定价的机制 有助于降低减排成本 提高全球的减排力度 促进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建立全球碳市场 关键是要确保环境的完整性 避免碳减排的指标 在买卖的双方 重复建 重复计算 目前 各方已经就这些基本原则 达成了共识 这是在格拉斯哥的会议上 已经达成了政治共识 目前只是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 有分歧 应当加紧进行磋商 形成大桥方案 确保格拉斯哥大会 达成巴黎协定下 全球碳市场机制的实施细则 彰显多边进程的有效性 所以现在有些国家呢 提出要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 这个计划呢 对其他国家出口到 他们那里的商品征收碳关税 要采取一些单边的贸易措施 这不符合气候公约和巴黎协定 以及实施细则的原则和规定 所以各方呢 现在都同意在多边框架下 建立全球碳市场的机制 这个由此呢 产生了巴黎协定第六条的 这个一些规定 所以要求要确保环境的完整性 避免重复计算 以防止碳泄漏 这个维护贸易公平 所以因此呢 建立全球的碳市场 实行合理的碳定价 就没有必要 再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 所以此外呢 边境调节措施 涉及到产品的碳足迹 核算等等 非常复杂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认为呢 应该在这个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呢 尽快的完善 这个碳市场的 这个运行的机制 所以完成第六条的谈判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够这个起到 这个所要防止碳泄漏 促进贸易公平 这样的一些作用 三呢 是关于气候资金 两国有关机构测算 实现巴黎协定 确定的全球温生控制目标 全球预计需要约 92万亿美金左右 我国有关机构 这个测算 那是以2015年的不变价测算 实现我们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需要大约呢 130多万亿人民币 其中 政府的公共资金的杠杆作用 至关重要 它引导和撬动金融机构 私营部门和社会的投资 为此呢 发达国家应该履行 公业 巴黎协定下的出资义务 乐视2020年前 每年100亿 1000亿美金的资金目标 2020年后 要继续提供新的 充足的 可预测的资金支持 目前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测算 发达国家呢 仅完成了约700多亿美金的这个出资 所以我们希望格拉斯哥大会 应该确保发达国家 能够兑现出资承诺 这对于发展的国家至关重要 也关乎到各方的互信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 此外呢 应该建立全球碳市场 收益分层的机制 形成长期稳定 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重点帮助发展国家 适应气货变化和开展能力建设 就这个问题呢 我和这个欧盟的领导 联合国的领导 这个美国的克里特使 以及英国的主席国的主席 以及这个印度巴西南非等等的 一些国家的这个部长们 这个特使们呢 进行了一些这个交流 欧盟的还有一些欧盟的国家 这个提出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的态度都非常好 表示呢在这个问题呢 是能够解决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呢 能够在格拉斯哥大会 能够很好能够兑现这个承诺 用这些资金呢 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 我们国家呢 作为发展国家 将继续开展 气货变化与难能合作 为其他发展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所以近年来我们已经安排了 十多亿人民币 用于支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 难能合作 向近四十多个国家 这个赠送了节能和新能源的产品 与设备 帮助有关国家 发射了气候卫星 提高他们的这个预警预报的能力 为一百二十多个发展国家 培训了近一千五百多名 应对气货变化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 四关于技术创新 合作与转让 依靠现有的技术 不可能实现碳中和 需要推动技术和机制创新 国际能源署等机构的报告都指出 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至少一半以上 都需要未来新研发和新应用的技术 因此呢 应该乐视公约和巴黎协定下 技术开发与技术合作的机制安排 使其呢 切实发挥作用 同时在双边和多边层面 建立鼓励技术创新 与合作的有效机制 做到呢 既能够保护知识产权 又促进技术转让 各方应该防止将应对气货变化 和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合作 和它贸易政治化 所以刚才这个史维校长呢 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中美应对气货危机的联合声明里边呢 也提出了在八个领域 要开展这个交流 对话和合作 我们已经有所行动 说这个主要是在技术创新 技术合作方面 要开展一些合作 所以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在习近平主席的直接领导下 我国为巴黎协定的达成 签署生效和实施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跟引领者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 无论其他国家政治政策立场如何变化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的坚持多边主义 与各方一道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和持续的实施 为建立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贡献中国的智慧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和各位分享的一些内容 下面我愿意与在座的各位继续来开展一些交流 也非常愿意听听几位专家学者发表一些评论 也愿意回应你们一些评论 所以谢谢大家 今天的活动到此圆满结束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